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團賽馬習作 今天是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 拍片時間接近黃昏的六點多鐘 今天是出排位的日子 自然來到排位第一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排位當天率先分析賽日的騎煉動向 以及提供組盤的心水 讓大家量馬的時候才有一個參考範圍 這次就跑星期六 少有跑星期六 經常說星期六會勵爆 但是看明天的場合 有部分的場合有多少明星馬 尤其是第九場 有幾隻名氣很大的馬 我也會略為提提第九場 先有一個初步的看法 分享給大家 至於說 因為這次跑C加三 最窄的跑道 會不會特別來擺前走的馬呢? 我想可能尾那兩場會 因為加上燈光好像夜馬一樣 擺前走的有點著數 否則其他場合 如果有些騎士放膽一點 走的蘇冥倫路線 飛出大外當一樣可以 不要以為想當然 什麼跑道就管什麼 是要跑過才知道的 所以勸大家也是臨場執生 以及結合馬的能力為先 偏差的偏差是多餘的 這次會給自己的VP心水 另外也會有一條Q 介紹給大家 剛才所說的 第九場的初步抵法也會告訴大家 可以之前也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 真的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謝謝 這次就跑這十場 其中 尾場是比較混亂的 反而我以為 在報名片看 以為他會放在尾場那場 就放在第九場 為什麼呢? 這場三班千儀 是有幾隻很大名的馬 五門齊還沒贏過 但是也是很大名的馬 浪漫勇士還沒輸過 轉過來跑沙田 四季起 也是今季追回落後 今季又贏了兩場 另外 還有上次輸給加州星球的九運 重非得手 另外還有一隻型男 一出就馬上跑第三 變成有幾隻明星馬大運戰 我首先講了我的看法 如果幾隻里面 我覺得比較下風 以及未必這麼直撥 可能是2號五門齊 我初步認為差一點 因為始終 其實嫌他三歲馬 是不是跑得太過密 上次已經開始看到 馬是有些怎麼說的 有點亂了 譬如說給他一段時間 休息兩個月三個月 成長休息一下 會不會是好一點呢? 你說上次沒有用力 今次回氣賽也有可能 但反過來他依然是三歲馬的身份 而釀了一群連長馬的榜 還有這群馬這麼兇 所以五門齊來說 未必這麼看好 難怪莫雷拉沒有騎 變成了梁家俊 落在梁家俊的手上 至於這四季起當然是好 今季追回落後 其實上季已經說這隻馬很有潛質 大家都這麼說 今季才兩出兩節 兩次贏的距離也不太多 但有時候是說 一些很厲害的馬 他未必要贏很多 即是後上贏你少少就夠 好像今季六十 常常贏人少少 原來他出頭就收工了 四季起 我又未必認為 他是這樣 一出頭就收工了 但這些馬 始終兩次都是贏的 他潛藏未盡 你未知他還有多少 可能他很輕鬆地贏你四分三的馬位 一定是跑第一的馬 用力是比跑第二第三的馬 這是一定的 所以他現在有餘未盡 唯一是說升班 和對手真的多了很多 但是他上次133磅 今次就變了121磅 還是有辣有不辣 你贏了當然要升班 唯一你可以挑剔的 這隻馬要靠跑後勁 會不會說 第九場 開始有燈光會影響到 但這就是一些很 鞭皮的因素 不是主要的因素 還是要看一隻馬 臨場對不對板 暫時來說 部署上面都很小心 一個多月才跑一次 休息期很足夠 所以這隻 看出擊的用心 應該是薄的 至於另外 就是浪漫勇士 浪漫勇士 之前兩節都跑跑馬地 今次轉來跑沙田 我覺得也對的 譬如說他跑星期三 就對那些魅力之心那些馬 可能也會贏的 但是一些上市 一些好的馬 是應該跑沙田的 也合理的 審習成這個部署 而他初出當然厲害 能夠在跑馬地 1200米 12檔贏得到的馬 是什麼馬呢 超級馬 所以上一次其實他也很劣勢 也追回來就贏了 換言之 兩隻 即是四季起 以及浪漫勇士 都是跑後追的馬 會不會是這場 1200米 給前面有一隻馬 放掉滑鐵爐呢 也未常是沒有機會 但是這兩隻馬 長線來說 也會上到第二班 以我的看法 而浪漫勇士 是三歲的身份 這次 負磅輕了11磅 也是一個有利的因素 但是如果進度來說 好像是四季起 好像比較穩陣 因為他已經是年長馬 而這個浪漫勇士 也是三歲而已 至於上一次 跑第二 重飛 單Q 得手 九雲 我都要承認初出那次之後 有些看漏了他 因為第一次出賽 跑了一千 他已經有很強的追勁 早段只不過落後 太多追不下而已 上次能夠熱身之後 擺前走 有一個好檔 回來跑第二 當然他對加州星球 毫無威脅 這次看看他唯一偷雞的因素 看看他可不可以擺前走 可以等後面 如果落萬勇士 和四季起有什麼之災 他在前面回來 就難道 計實力 應該不夠剛才說的兩隻 看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而這次九雲的檔位 沒有上次那麼好 十二檔 可以說他早段一定會搶 唯一的好處就是這樣 不會三心兩意 看看他到時會放到什麼境地 應該會放的 另外那隻十二號的盈藍 上次初出也是跑第三 這隻有少少怎麼說 上次的水準有點懷疑 因為他輸給加州海哥 總理那些 都未必是很厲害的 加州海哥這次都出 都覺得他下風 所以這隻盈藍 都未必是說 暫時來說會這麼超長的 實力 這次我認為是官王 自己剛才說 贏他的加州海哥 這隻純粹剛才說的 弱點的組別 讓他拿回一場 這次有這麼多側身的對手 你過了多少隻呢 我就一般 所以這晚 要落在霍宏星的手上 是這樣的意思 說完這場 賽事就去回自己的心水了 我先會給一場Q 在第四場的泥地遷移 喜歡這隻膽子 就會嘗試推介5號的龍騰飛場 這隻馬 沒有跑過泥地的 但是他有泥地的血統 即是負線是美國馬 沒有線都是一些淋地 或者跑泥地好的血源 所以泥地是OK的 今天初出跑直路賽 再跑到第三的熱身 各方面 什麼都好 轉過來泥地有好處 就是對手未必會這麼強 如果你跑到1200或1000 你隨時遇到52分的老虎 初出的PPG 但是到了泥地是沒有的 我認為這隻馬 過來泥地可能拼小賠率 或者尋求突破 什麼都好 放在這裡是OK的 因為 例如說次選 大家覺得 那隻大眾勝利也好 我覺得也是一般 上次他贏了 他上次贏了 贏了那隻狀元吸帝 狀元吸帝 狀元吸帝放掉了 回來後 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才被他偷了一場 大眾勝利的能力是有 知道他是有潛質 有質素 但是上次是有運氣幫助 他才贏得到的 現在加勒芬用了力 又會被一些新的對手殺你 龍騰飛翔可能殺大眾勝利 而狀元吸帝 這次排12檔也是繼續搶 看看這次莫雷拉會不會 用一個調節一點的跑法 但是現在這隻馬 跑到四次都沒有贏 能力可能要重新估計 他可能在第四班又賣贏 但是未必是這麼高的馬 所以這次也是配角分子 另外寄望一下5號的龍騰飛翔 所以這次是第四場 給大家參考 至於Winplay之選 我會選擇這個 應該是第八場 沒錯 第八場的雷台彈 應該是莫雷拉 蔡若翰組合 風火戰區 這隻馬是好的 上次贏堂堂幸運 但問題是這隻馬為何要出得這麼密 其實他的箭頭也應該放在四歲系列那裡 這場出來我覺得有點無題 這場意思是他的用心不只是密 簡單來說 贏又可以輸又可以 輸了也無所謂 我會選擇一隻 也是應該會在四歲系列有機會見面的 十四號的中華盛景 這隻可能大家會反駁 中華盛景以四歲系列為目標 這場究竟是無題 但問題是他上次跑完之後 他這次休息了35天去跑 就是休息期比較長 如果他不跑這場 直接去一月的四歲賽 隔的時間就會太久了 所以這次出賽就合理了 這隻今季上次贏了1200 這次上了1400 下次是1600 那步伐就是正確的 而這隻馬 我想他高東來的部署 小見是比較疼愛的 我想季初他就這樣搖 搖完贏馬那場 即是交代了 才敢讓這隻馬放緩一點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五個星期才來 否則他就爆發地跑 贏了就有個好處 讓他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而似乎部署人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季初他已經試1400 但是就不行 我也給他機會 我覺得季初可能是一隻馬狀態未來 這隻馬不是正宗跑速度的 他要跑後勁 照計就不應該是那種 純粹跑1200後上的馬 1400、1600 應該是沒問題 他遲早也要試 或者他一月也要試 這次1400也要認真試下去 看看這隻馬有沒有跑長一點路程的能力 然後才進軍四歲系列 否則就回到短途 所以這隻中華盛景這次是會組的 而我認為可能他季初 大家覺得他的賽積好像一般 不是那麼高 但是他季初狀態未來 可能現在贏完 隻馬開了竅才來 所以隻馬還可以上 相比於風火戰區 不論鬥志也好 其實質素也未必輸給你風火戰區很多 加上樣榜 有7磅的受樣榜 給風火戰區 我認為可以駁中華盛景 撼這隻風火戰區 看看能不能交代 以上就是小弟今天的提供 看看能不能幫到大家 最後也簡單提一提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Youtube會員頻道 也有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 給like、 comment、 share 我也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也一樣可以的 最後多謝大家收取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